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收看大自然续氧解 今集会带大家看看香港的蟹类生态 有些蟹它有领域性的 当其他蟹走近的时候 就可能會打架 不如讓我們一齊看看 蟹牠們如何互動好嗎? 去片 寬壓大壓蟹 是這片沙灘上面的捕獵者 平時牠們藏身在石垃之間 見到沙灘上面有獵物 牠就會主動出擊 牠們雙眼分佈在頭胸甲的兩端 令牠們有良好距離感 有助牠們捕捉獵物 就算是同屬蟹類 有時都不放過 在香港還可以見到一種寬壓大壓蟹的近親 牠是四尺大壓蟹 牠們都是在泥灘邊石堆中聚居 因為那裡可以迅速藏身 躲避敵人 在石頭上生長的藻類 是牠們其中一種主要的糧食 是牠們其中一種主要的糧食 牠們是牠們的糧食 牠們強而有力的鉗 能夠將魚肉分開 慢慢放入口 是牠們的糧食 更重要的是 石堆是一個安全的交配場地 旁邊有觀眾 就有牠吧 因為石堆對牠們生活非常重要 四尺大壓蟹地域觀念非常強 個性兇猛 紫色的鉗強而有力 令牠們可以對抗入侵地盤的物種 無論是否同類 走入牠地盤 牠們都會毫不猶豫地 出擊趕走敵人 在這個石灘 四尺大壓蟹的數量很多 在有限的石灘上面 每隻四尺大壓蟹各居一方 稍一不慎 就會走入人家的地盤 被人驅趕 這個不斷揮手的動作 其實是警告的意思 告訴你 這裡是我的地盤 你好快點走了 如果不是我就不客氣了 馬上張潮 把死了的魚衝上岸邊 寬壓大壓蟹 用牠強而有力的鉗 把死了的魚捉緊進食 无论是宽压大鸭蟹 或者是四尺大鸭蟹 它们的族群是代表着泥滩的捕猎者 守着这个角色 它们的存在能够有效地控制其他蟹类 或者是其他甲殼类动物的数目 维持着这片泥滩的生态平衡 我们看到那些蟹准备打架的动作 好像我们打拳的时候防守那样 是不是很有趣呢 下一条片我们会看看香港的研究人员 Chandela曾子涛 他如何研究香港的蟹类 他还准备出一本《香港蟹类图监》 不如一起去看看 蟹类生活的棲息地繁多 由海洋到沙滩 由树林到河溪都可以找到它们 香港有纪录的蟹接近300种 只要细心观察 主动画一下泥土 翻下石头 一个小小的红树林泥滩 或者是海边石滩里面 都可以找到很多种蟹 这里最主要想做就是挂一挂一些泥沙 看看会不会可以找到一些蟹 因为蟹里面其实是会有一些共生的蟹 我们会想 sample一些这些蟹回去 然后打开它来看看 里面会不会有我们想要的那种共生的蟹 曾志涛Chandler 是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的碩士研究生 除了他自己做的蟹类研究之外 他都会上山下海 寻找不同棲息地的蟹 拍照 收集样本 然后做记录 为的就是帮香港的蟹种 做一个图鑑 这个项目是想尽量记录到香港各种的蟹类 当然香港其实有很多很多种蟹类 我们也尽量帮它拍一些感觉的照片 还有收集它在一个蟹的环境下 拍一拍它的颜色 形态会是怎样 想尽量记录香港有的蟹种 我们平时也有其他项目的 顺路其实我们也会想尝试 找多一些在不同的蟹类 如果看到它的话 它又不会走的话 我们尽量会拍一些感觉的照片 如果它的行动很迅速的 我们可能就会先捉起它 然后拿回来拍照 我们会先说死它 之后就会解冻它 尽快拍照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颜色都会变化 拍好照片 收拾好颜色的颜色 光影 其实就可以完成了照片的一部分 另外的描述 就是会找回以前 形容这只蟹的相对的文字 我们也会加回一些 可能在香港 会在哪里找到它 或者是一个 它生存的种类的描述 我们在筹备那本 《Field Guide》的时候 一直以来 都已经找到 不少新的记录 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找到这么多新的记录的话 可能是一个指示 我会告诉你 香港还会有很多物种 我们其实是 未知 未发掘到 或者很多新的记录 其实我们是未见到的 能够短时间制作到陶鑑 但在解剖过程中 Candler就见过 意想不到的东西 而且情况 更越来越常见 有一次出镜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是正常地 搜索一些蟹去做那个project 捉了一些蟹回来之后 就发觉 有一些蟹 它们的胃里面 有一些好像 那些尼龙绳 那些可能会是 它们吃草类的时候 不小心吃了 有些其他好似草类的 可能船家会用到的绳 或者一些 岸上抛下去的垃圾 有时候我们都会见 各种很奇怪的垃圾 有时候会见到 一个座椅 在那里 或者有些可能是 水桶 大的水桶 对它的影响 可能也很有趣 有时候 可能有一些垃圾 会适合一些微塑膠 或者可能会影响到 它们的生理 但是 有时候有一些垃圾 其实都会变成 给了一些 居住的环境给它 有时候我们可能 掀开一些垃圾 其实会见到它 住在里面 有一部分可以说 是方便了我们做 搜索 但是同时 又会觉得 其实这些不应该出现 是森林 为什么会变成 它们居住的环境 其实有些奇怪 香港基本上 有的 种类 真的有很多 而且 有时候 它相对来说 都会在很近的地方 已经有另一个 很不同的 如果 以一个做 研究的角度来看 很容易 在很小的地方 已经可以找到 很多不同种类的鞋 希望可以跟大家说 多些这类的情况 可以令多些人留意 这些东西 多些会想保育 它们的 意欲 其实它们都有很多 有趣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未知 无论是生态的 还是演化的角度去看 如果我们未知的情况 但是它们已经死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 挺可惜的 影片就看完了 休息回来 我们会有今集嘉宾 曾子涛 Chandela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研究的心得 和经历 不要走开了 欢迎回来大自然组氧解 今天很开心 请来香港中文大学 生命科学院 碩士研究生 曾子涛Chandela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香港的鞋类生态 HelloChandela 你好 你好 在上一节片段里 其实看到你在做你的研究工作 经常要射去 又要到海边 海岸去考察鞋 又要回到学校实验室 去做一些实验 所以你的研究 是不是经常要两边走 又要去海边 又要在学校实验 不是这样的呢 没错 没错 我自己研究范围 主要包括在香港 蟹类的生物多样性 和包括了蟹类长度的细菌研究 所以其实这两个project分别地 都需要不少的 sample 所以经常都要出去泥滩採养 而如果是 做一个去做长度细菌的研究的话 那我就要在外面採养 之后 马上拿回去实验室 做解剖 所以其实两个project 加上一起都经常 是要出出入入的 你有没有很有趣的经历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去了这么多地方去做考察 最近因为我们想去抓一些白云方蟹 来做研究 所以其实有去查一查石澳那边的生态 那边就比较容易去找到白云方蟹 石澳有什么特别呢 大家都要游泳 石澳除了一些人去拍照 去情人桥 其实原来你最近才发现 那里有很多可以攀石的地方 所以就在想会不会可以 可以顺手出完感觉之后 就顺手去试一下攀石 你一心二用 你有做研究就去攀石 所以攀石是你自己兴趣的 是自己兴趣的 做一做运动 不要经常坐在那里 是的 不如我们又谈一下 一些蟹的生态的问题 看平时一些动物 例如我们会有分 有些动物是日行性的 有些动物是野行性的 例如我们看青蛙 一定是晚上才去做考察 我想问一下蟹 会不会都有类似的分别 这是一个很有长问题 就算我们去官尿 可能是早上才去 因为主要是早上会较弱一点 例如看两趴的 可能是晚上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通常很大部分的两趴 都是晚上才出现 蟹就比较奇怪一点 它们通常两边都有这样的情况 不容易分辨它们是否日行性或是夜行性 例如我们刚看片段有见过的 例如宽纳打蟹 其实早上和晚上 它们都可以非常活跃 活跃的时间 主要是看潮席 当它们潮退的时候 其实它们会出来 找一些腐烂的尸体 或者一些可能其他的蟹类去进食 再举了一个例子 例如鬼蟹或者沙蟹 例如你去贝奥、水口 其实都不难见到它们 它们会叫鬼蟹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通常是夜行性的 而且它们行动得很快 所以就好像鬼那样 但是在香港的情况 其实两边都有 例如之前也有录过一些片段 其实会见到 它们可能下午就会出来捉食 而晚上我相信有夜行 可能海边的沙滩的朋友 可能都会见过 有些鬼蟹在那里执崩 但是最奇怪的是 其实沙蟹这种物种 在某些地方只会是夜行性 而在某些地方只会是夜行性 所以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去到最后就是 其实很难直接去区分一只蟹 会不会是夜行性或是夜行性 有机会去看潮池 或者看它在哪里找到 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因素 在影响它活跃的时间 另外也看到有些蟹 它的眼睛的位置和结构 都很不同 在上一次片段里 我们看到一只蟹 叫做寬颜大颜蟹 寬颜大颜蟹就像现在 看到的一个模样 它的颜分得很开 对眼就是一个颜的两端 都分得很开 但是有些蟹不是这样的 有些蟹对眼是放在中间 好像面前的一对焦潮蟹 一对焦潮蟹 一对焦潮蟹 它对眼放在中间 还有一个很长的眼柄突上来 我想问 为什么不同的蟹 眼的位置和结构 都会这么不同呢 看回刚刚那张图 我们说到寬颜大颜蟹的时候 你看到它其实 掀着一只猎物 刚刚其实很多设计的蟹类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 的捕猎者来的 包括上手蟹和刚刚我们看到的 这只欢乐大蟹 现在在捕猎物 为什么要分得这么开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分得开一点 是令到它们会有更好的 立体感和距离感 刚才我们提过 其中一个集成就是 一个捕猎者 所以有一个好的立体感和距离感 其实是会帮到它们更容易 去捕到它们要吃的猎物 准一点 快狠准 一夹就夹到它 夹到它 夹到它 但是另一种呢 刚才另一种就是 对眼睛长得很近 而且有个很长的眼病 为什么又要这样 有什么好处呢 放得近一点的话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你想像一下 这些鞋通常都是一些 会喜欢捐洞和比较害臭的鞋 你如果去过泥滩 你这样走过一群照朝鞋 其实通常你走到不太近 它们已经躲起来 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有一个非常长的眼睛 而你又住在一个洞里 你想知道 你刚刚走过来 那个人走了吗 你就可以把你的眼睛 轻轻地在一个洞里伸出来 这样 如果这样的情况 你就不需要把你的身体 暴露在大环境上 那你就可以得知外面的资讯 但你又不会受到 可能外面的威胁影响到 这样的情况 另一样东西 它们和宽夏大蟹不同的位置 就是因为它们的眼睛比较近 所以它本身就没有那么立体 而判断的距离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在一个比较2D的平面里面 它们大约可以分到两个区域 如果向水平面看 水平面以下 就应该全部都是它的朋友 这些朋友有机会就是一些蟹 泥滩的可能就是弹土鱼 可能会是它未来的配偶 但向上望会是些什么呢 你想想如果你是一只在泥滩里的焦潮鞋 可能在上面的出现可能是人 可能是一些后鸟 会吃它的后鸟 所以它们就可以有一个区域 我们了解了眼的结构和位置 我们接下来又可以跟你谈一下 其实我知道你现在是在做一个本港鞋类的图鑑 就是上一节有提到 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进程是怎样的 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可以发现到香港新的蟹种 新的蟹种就未有 未去到这么幸运 但新的记录也是有的 暂时出版就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因为好像还在讨论 但是暂时我们都录得大约十几种的新记录 包括有些是在红树林的新种 最有趣的是 其实在一些很近民居的红树林区域里面 其实都已经可以找到一些 我们其实未记录过的一些记录 而在珊瑚礁 我们都可以找到五至六种的新记录 好像刚才说 其实都是在一些经常有人去的潜点那里找到 所以即使是很多地方很多人去 其实依然是可以找到一些 我们其实未记录过的蟹的物种 但是你怎样知道那些是新记录 我们之前有个朋友 就是有做开这些记录的 就是弄了一张check list 他大概就会知道 其实本身香港是有什么物种 加上其实我们也搜集了 不同其他地区本身有的check list 大概会知道 会不会香港本身没有 那突然间在香港出现了 这些就非常之有可能是新记录 但是你做研究的时候 你怎样可以把蟹分了不同的物种 那些观众都很想知道 会不会是要做 看它的DNA 还是看它的身体结构 还是怎样 那看你多有钱 大行一定有钱的 不是很有钱 不是很有钱 最廉价的方法 当然是直接看外形 因为看外形 其实大约都会看到一些端矮 可以用一些 在哪里找到它 一些生态的资讯去区分 那形态上 我们都会找一些分类学的publications 去看 其实会有什么特征 就是哪一科 是 最方便 最懒 你有钱的话 那就可以疯狂地做DNA的策略 那应该是最方便最快的 在蟹那里 提出一些 tissue 例如是它的肌肉 可能是它的蛋 提出一些DNA 然后就去做一个DNA策略的情况 你说DNA是最快 会不会有些情况 只是看DNA都未必最准的 是 回应一个问题 我们最近 其实就找到一只新的记录 那就是这个 呼喚臭焦朝鞋 对了 呼喚臭焦朝鞋 其实它的样子 跟我们平时看到的 北方焦朝鞋 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我们后来 其实也有尝试看过其他的 一些辨认特征 那我们看它的交接器 就发觉 它们真的不同 就是我开始都以为我自己看错 那结果真的有一个新的记录 但是呢 很奇怪 就是如果我们其实去做DNA的话 我们平时会用那些molecular market 是非常之接近 是分不开这两只物种的 其实我们做开 通常都会是用一些 叫做molecular market 就是分子的标记 那这些片段 刚提过就是演化比较慢 所以就好像一个barcode 那样可以分辨到 这个species 就应该会有这一个排序 那而决定形态的基因 其实就有很多不同的基因去决定的 而我们通常都不会用这些分子的片段 DNA的片段去做identification 所以这个很有趣 其实就是说在基因实验方法的问题 因为你用了一组基因去比较 两种不同的下 而那组的基因 其实它演变的速度是会比较慢 而且不是决定它外观那组的基因 所以你用了这组基因去做个比较 就不会见到一个分别 但是其实它另一组基因 决定外观那组基因 其实某部分已经转了一点 就令到它的形态 外观也有点不同 是否这样 非常之有可能是这样 很有趣 所以今天很感谢Chander 曾志涛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香港本 还有体力生态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 继续和大家大自然续仰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